这天,狐狸猫跟大家一起去参观中乳食洞 狐狸猫看着中乳食,突然想到 听人家说过,中乳食会一直长大 狐狸猫觉得很奇怪,就去问小树蛙 说,这些中乳食真的还会长大吗? 小树蛙回答说,当然是真的 你看,那边的食柱就是中乳食和食笋 慢慢接起来的哦 狐狸猫听了很惊讶,说 可是这些中乳食不是活的,怎么会长大呢? 小树蛙笑着说,狐狸猫 你仔细看看中乳食尖端,有看到什么吗? 狐狸猫仔细观察了一下,说 我有看到一些水珠 小树蛙说,没错 这些水珠里面就含有可以让中乳食长大的成分哦 小树蛙接着解释到 中乳食是一种石灰岩地形才会出现的特殊景观 水流入地面以后,会因为受到的压力增加 让更多二氧化碳融入水中 一部分的二氧化碳跟水反应以后 就形成了含有碳酸的地下水 含碳酸的地下水会融食石灰岩 跟石灰岩的主要成分,碳酸钙发生反应 形成碳酸氢钙 而碳酸氢钙是一种不太稳定的化学物质 只要预热或压力改变,就可能会分解 重新形成碳酸钙 因此,碳酸钙遇到碳酸溶食变成碳酸氢钙 而碳酸氢钙又可以变回碳酸钙 是一种可逆的化学反应 地下水长期溶食石灰岩层 就有机会在地底形成溶洞 当碳酸氢钙水溶液流出盐层进入溶洞时 由于环境改变了 一部分的水蒸发 变成水蒸气溢散到空气中 二氧化碳也因为压力变小 从水中释放出来 使得碳酸氢钙朝分解的方向移动 吸出的碳酸钙逐渐沉积 就变成我们眼前的中乳食了 狐狸猫听完以后 恍然大悟说 我知道了 所以大家说中乳食会长大 就是因为地下水不断溶食石灰岩 产生出来的碳酸氢钙水溶液 又会沿着中乳食流下 过程中再变成碳酸钙重新沉积 所以中乳食才会越长越大 小树蛙说 没错 如果碳酸氢钙水溶液流到溶洞底部 也会因为水分蒸发 二氧化碳溢散这些因素 变成以碳酸钙的形式 在底部沉积 这就是我们说的食损 中乳食和食损 如果越长越大 接在一起后 就会变成食柱了 狐狸猫听完觉得很有趣 说原来中乳食会长大 还会长成食柱 都是因为碳酸钙被溶食 在重新沉淀的关系 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 听完小树蛙的解说后 跟着狐狸猫一起思考看看下面的问题吧 参观完中乳食洞 狐狸猫觉得口有点渴 就到贩卖部买了一瓶气泡水 一边喝 一边跟李李聊到 原来挂在头上的中乳食 和踩在脚下的石灰盐 成分居然会是一样的 喝到一半 李李拉着它一起去拍纪念照 拍照回来以后 狐狸猫发现气泡水的气变少了 味道也变得不太一样 狐狸猫看了一下 气泡水的成分觉得很奇怪 水跟二氧化碳 应该都是无色无味的 为什么味道还会改变呢 于是便跑去请教小树蛙 小树蛙听完后说 气泡水味道会改变 其实跟刚刚看到的 中乳食也有点关系哦 狐狸猫觉得很奇怪 说 气泡水怎么会跟中乳食有关系啊 小树蛙接着解释 前面不是提到二氧化碳融入水中 有一部分的二氧化碳 会和水化合形成碳酸 所以气泡水喝起来 才会有点酸酸的 不过碳酸的生成与分解 其实是一种可逆反应 还没开过的气泡水瓶 是一个封闭的容器 瓶中的碳酸生成与分解 会达到动态平衡 气泡水里面的碳酸 就会维持在一定的浓度 气泡水瓶打开以后 原本被压缩在瓶中的气体 会释放到空气中 为了降低这些跑掉二氧化碳的影响 碳酸就会加速分解 来产生二氧化碳 形成新的平衡 不过分解出来的二氧化碳 还是会持续溢散到空气中 时间一久 气泡水中的碳酸浓度会越来越小 喝起来就越来越像普通的水了 小树蛙接着说 另外 开过的气泡水放在室温中 温度会慢慢上升 对二氧化碳的溶解度就会下降 水中二氧化碳减少 也会加速碳酸分解 让味道改变哦 狐狸猫听完后说 原来是这样 所以从冰箱拿出来的气泡水 如果喝不完 就要赶快锁上瓶盖 放回冰箱里 晚点要喝的时候 味道才不会差太多 小树蛙说 没错 就是这样 接下来 请你跟狐狸猫一起想想看下面的问题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中乳食的形成为可逆反应 碳酸钙被含碳酸的地下水溶时 产生碳酸氢钙 流出地层后 碳酸氢钙分解 重新以碳酸钙的形式沉淀 气泡水中的碳酸 会同时生成与分解 形成动态平衡 为一种可逆的化学反应 开瓶后 动态平衡被打破 碳酸分解的速度 大于合成速度 碳酸浓度下降 造成味道改变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中乳洞 会因为生成的环境 而有不同的样貌 有些地方中乳时的长度 远大于食损 有些反而会是食损发育的比较好 请你想想看 是哪些原因 让中乳洞有这样的差异 欢迎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 下次见咯 拜拜